今天晚上 我能不走就好了 我能不走就好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这个反腐败是他的权利呀 冒财 你这样啊 你写法方清明给我稳住 我会亲自找他谈 好吧 好 我跟赵主任说 别废话 走 王老板 还要不要我跟你交代一下政策啊 不用 政府的法规和政策我都懂 我都懂 我一定会如实交代 那就说吧 从5月13号晚上 苏阿福怎么到夜巴黎开始 这个怎么说呢 实事求是的说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查的是苏阿福 明白吗 武局 你也是知道的 干我们这行的 像娱乐城 洗浴中心 特有些小姐做皮肉生意 也不止我们一家 我要是说了 您还不把我的饭碗给砸了 王老板 你以为你不说 我们就不能扫了吗 好 武局 这事是这样的 5月13号 有一个和苏阿福 合伙开过地下赌场的 常山籍香港老板 到了咱们常山 和苏阿福谈一笔什么买卖 8点半左右 苏阿福给我来电话 说他们那儿的小姐 香港老板看不顺眼 让我们洗浴中心 给找一位漂亮点的 周主任 周主任 站好 你看看 这么多的无险性 我给他抓了个人赃举在 去 这么多的单位部门 还有省委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有完没完 你是要对我和城管委 无限到底吗 不是无限 我是有根有据的 那好 你说实施 说 我怎么贪污了 讲 周主任 你误会了我不是告你 你不是告我 你是告谁 你对谁还这么深处大恨 啊 是谁我不能说 周主任向毛主席 我不是告你 那好 方清明 你敢不敢把信拆开 咱们当场验证 那不行 我有写信的权利 也有举报的自由 但你们又无告的权利 苏阿福是几点钟赶到你们洗浴中心的 呃 差几分钟九点吧 当时大富豪的火还没烧起来 说说当时的情况 苏阿福是不是开着他的奔驰车来的 没开车 啊 他要是开车来 火烧起来后 就不会向我借车了 他是打滴来的 顶多是个起步驾 又是闹市区 他犯不着开车过来 我记得当时 我正陪着他挑小姐 这时候突然手机响了 喂 苏老板 你快回来吧 快到毛出事了 什么 算了算了 毛财这样 你马上到检察院去报案 你跟叶子晶说 就说我让你去的 我们公事公办 周主任 好 别别别 我我不保密了 我不向您保密了 你们看吧 你们看看我告的是谁 我告的是陈汉杰 我 我从外地调回来 陈小牧一直横情霸道 我怀疑 他还有收受贿赂的嫌疑 我这回可是要为民除害了 好啊 方清明 你可真够毒辣的 竟告到老书记头上来了 你还口口声声说什么 你是老书记的人 老书记有你这样的人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茂财 那个 如果陈安杰同志 真的有纵子行凶受贿 老方同志当然有权力举报了 就是啊 但是 老方啊 不要无限啊 主任 我这怕不是无限 没有这事总有那事啊 周主任 没想到 这老书记有这么多事 现在有几个干部是好东西啊 不 现在有几个像周主任这样的好干部 好了好了老方 你要小心点 这案件不好对付啊 我知道 我要使我的问题 向人民内部方向转化 所以我要立心功 主任 今儿这事儿 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啊 嗯 老方同志说得对 我们要保护举报人嘛 今天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嗯 周主任 太谢谢您了 咱们是一个站好的战友了 就这样吧 后来我才知道 电话里说 大富豪失火了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准确的时间 九点二十几吧 那时已经烧死一百多人了 苏阿福一直在打电话 不断地问现场情况 后来下楼上卫生间 厕所无意中碰到刘燕林 这苏阿福更慌了 这事儿他才想到要逃 我劝他回去看看 可他不听啊 快十点了 苏阿福大地走了 我记得是一辆富康 王老板 这么重要的情况 你为什么不早向公安机关回报 我哪敢呢 这不是怕你们扫我的黄吗 再说你们也没有找我 何必多此一举呢 你说我这 我这不算是故意包庇吧 我看差不多 王老板 你就好好造吧 将军 徐政委 你们怎么来了 查岗 查什么岗啊 慰问 慰问你和同志们 麻烦 别人 你还真的赢不及 栐伙得来 家守守正乃 这你真的改变先 好 你封头再说吧 这庄皇宫人造成的失火 咱也就是个赔偿问题 我看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有些情况 你可能不清楚 再说烧死一百五十多人 我的责任可大了去了 那政府如果抓到我 不弄死我才见了鬼了呢 等等 有人要找我 就说我在大福号陪客人呢 好吧 喂 苏阿福把我的那台桑塔纳开走了 去到哪里 我不知道 后来宁娟从省城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才知道她去了省城 宁娟这个电话 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不对 是十天之后 宁娟是苏阿福的什么人呢 这还用问吗 是苏阿福的小秘呗 你们开心 快去 走 我 走吧 楼上 诚意同志 我看你就是摆不正位置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向将军和我汇报呢 你想干什么 还有没有大局观念 徐政委啊 你也不要批评武局了 他这回是立大功了 将军 徐政委 我这还忙着呢 来不及吗 好 那就先把情况汇报一下吧 将军 徐政委 我们今夜的行动很及时 六个小组同时铺将川口 长山和省城 把所有可能藏匿苏阿福的地方 都搜了一遍 尽管没有抓获苏阿福 但把基本事实搞清楚了 苏阿福的确躲过了五一三大火 目前的藏身之地仍然在滋江省境内 甚至很有可能就在长山境内 所以长山的很多干部就要做噩梦了 将军 徐政委 徐政委 你们说是不是 是 苏阿福一落网 一定会暴露一些受惠毒职的干部 诚意 诚意 同志 说说具体情况吧 苏阿福 是怎么逃脱我们实现的 哦 是这样 五月十三日晚上 苏阿福跑到叶巴黎洗衣中心 被香港的金老板挑小姐 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场致命的大火 豪华包店里那具被巫认为是苏阿福的尸体 其实就是香港金老板的尸体 海关那边也来过电话 证明金老板的确五月十三号入境 入境后 被苏阿福接到了大富豪 就没在长山市任何一家宾馆登过季 我们对死难者尸体的核查 当然查不到那位金老板了 苏阿福是五月十三日夜里 开着一辆白色桑塔纳赶到省城我家来的 当时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 我那会儿 并不知道大富豪娱乐成着了火 还以为他和老婆吵了架 你这么晚跑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别提了 我算他们的倒霉透了 你瞧你 是不是又和你老婆吵架了 如果你们不合适的话 我劝你就离呗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出什么大事了 大富豪着火了 大富豪娱乐 少死了一百五十多人 你知道吗 那你就逃了 那我不逃等着被抓呀 娟娟 我得在你这儿住几天 这恐怕不行吧 你再说 你说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 大富豪出了这么大的事 公安局肯定四处查 他们早晚会查到我这儿 肯定不安全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咱们主动向公安局自首好不好 或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我自首还上你这儿干吗呢 我告诉你 你可别这么万万富裔 我是那种人吗 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这你不要管 我等风声一过 我才不得救出国 我一再地做工作 劝苏阿夫向你们自首 可苏阿夫就是不听 我又不敢把他长期留在省城 三天后我就把他送到乡下 我姐姐家去躲藏了 宁娟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已经涉嫌 窝藏包屁嘴了 我知道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苏阿夫过去很大方 给我买了房子 前前后后 给我花了不少钱 现在苏阿夫落了难 我不管也说不过去呀 所以我就 好好好 继续说 苏阿夫后来是怎么从你姐姐家失踪的 苏阿夫在我姐姐家躲了十多天 这期间 我和他老婆通了一个电话 知道你们警方搞错了 可能是把香港金老板 当作苏阿夫了 而且也没对苏阿夫发通缉令 于是我就把情况告诉了苏阿夫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苏阿夫胆子更大了 有一天又开车过来找我 说要我从股票账户上 给他取二十万 把那辆桑塔纳 开回常山还给他老婆 目的是 免得你们公安金官起疑 于是我就取了十万现金给苏阿夫 可是他嫌少 不太高兴 又把我的福康车开走了 五月二十九日 苏阿夫又来了电话 他告诉我 要我一定再给他准备五万 换那台福康车 六月十日 苏阿夫把我的福康车开了过来 拿走了那五万 当时的情况 把我吓了一跳 你这是怎么了 别问了 你什么都别问了 你是不是出了车祸 怎么弄成这样啊 有人要杀我 那你就在我姐姐家好好待着好不好 别出来乱跑了 就是在你姐姐家门口 有人想撞死我 从那以后 苏阿夫就没了音讯 从那以后 他再没去过你姐姐家 没有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是谁想杀他 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 你估计 是谁想杀他 我估计不出来 生意场上他没什么仇人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儿 你回去吧 好 宁娟提供的情况得到了证实 我们的技术人员去查验了宁娟的福康车 并且到省城福康定点维修厂 了解了修车师傅 他的挡风玻璃根本就没有碎 没有可能受到重伤 我估计啊 这里没有文章 因此我们推断 刷福有可能是被什么人暗算了 出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故意制造的车祸假价 为下一步出逃做出来 嗯 你们推测很有道理 通缉令已经印好了 今天就准备发下去了 好啊 这样一来啊 我们就主动了 武局老孙哪 你们辛苦了 继续努力 一定要活捉苏阿胡 是 开门 开门哪 我要交代 我要交代 开门哪 政府 什么喊 喊什么喊 现在不是提审的时候 等提审吧 不不 政府 政府 我马上 我马上要交代 麻烦你 请找一下住所的检察室 跟他们说一下 我要见检察院的人 我要把门面房的事说清楚 那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那是周主任安排的呀 哎 武局 暗算苏阿胡的事 你怎么提啊 怎么提啊 老孙 你再亲自查一下 啊 把叶巴里洗育中心的 王老板好好审审 看看苏阿胡活着的事 他都跟谁说过 啊 好 哎 注意保密 我去政法委做个汇报 也让田初纪心里有个数 我明白 哼 唐文林 哎 听说你要主动交代问题 是 是的 说吧 哎 哎 苏阿胡建的那片门面房啊 其实不是疏于管理 实际上 是为了战道 而上报的审批手续 苏阿胡 在上报审批手续的时候 盐子清还没有退休 他是主任 我是副主任 周秀丽 不但通知了盐子清也告诉了我 要我们给批 苏阿胡 请周主任和我呢 吃了一顿饭 盐子清也去了 田初纪 苏阿胡的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 好啊 没想到会是灯下黑 这可真是个大叫心哪 是啊 我这个主管副局长 得向您和政法委做检讨 哎 你就别检讨了 要我说 你老五和公安局这回是立了大功功不可没 行动果断及时 五天就把这么复杂的情况全搞清了 不容易啊 田初见 有些事情 现在还不太清楚 你比如说 什么人要暗杀苏阿胡 这些情况 我正让老孙抓紧时间查你 老五啊 那么 你估计会是什么人想杀他 好像一定是有把柄攥在苏阿胡手上的人 这些人 就怕苏阿胡落合 所以啊老五 你也不要太乐观了是吧 我们毕竟没有抓到苏阿胡 你们要防止有人杀人灭口 要防止苏阿胡自杀 苏阿胡不可能自杀 如果他想自杀 他整什么容 有人想暗杀 这一点我也想到前面了 而且我向同志们下了死命了 对苏阿胡只能是活捉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使用致命武器 我们公开通缉 他会不会闻风而逃啊 不会 我们做了层层的布控 而且 整容大夫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苏阿胡的整容恢复期还没有过去 马上逃往境外的可能性不大 看来抓住苏阿胡只是时间问题了 是的 不过田书记 我 有些担心啊 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 说吧 算了 算了 那个 也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也许是我多疑了 道五啊 是不是和江振流 在工作中闹得不愉快啊 是的 我很担心办案的环境 这我可就不能不批评你 你都胡说些什么 什么叫垂死挣扎 工作中同志们有点意见 不是很正常吗 别四处发牢骚 就这一点啊 你应该好好跟紫荆同志学习 唐文林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 一定要实事求是 是 一定实事求是 一定实事求是 我以前啊 上了周秀丽的当了 没有实事求是 我现在梦醒了 就得实事求是 是吧 这错 该是谁的错 就是谁的错 我呢 你听我说啊 我不夸大 我再也不替谁遮掩了 唐文林 你是怎么上了周秀丽的当了 513那天 消防车去救火 被堵进不去了 周秀丽听到以后 她很害怕 她让我把那个 占道批准手续全部销毁 跟我定了一个 输于监管的口径 说是输于监管 不是大问题 最多是官僚作风 要是办手续批了 那可是弥天打罪 我没想到 你们会办我个 毒职罪 您说得对 田书记 我老五坏就坏在 这张臭嘴上了 你知道就好 现在案子办到了 关键时刻 你们公安局的 几个领导 一定要搞好团结 和检察院也要协调好 别整天逗得 跟白眼鸡似的 对了 田书记 我觉得这个检察院 是有所准备 就像那个 城管委的那个周秀丽 我估计 他的问题可瞧不了 老五啊 就凭你的估计 检察院就能立案了 你是不是也太天真了 你不是不知道 未查周秀丽的案子 叶子晶和检察院 已经被搞得很被毒了 田书记 那那是以前 现在情况不同了 好了好了 你呀 好好的给我抓 素阿福检察院 你少操心 叶姐 唐文林突破了 素阿福为那片伪 张门面房的事 确实请唐文林 和周秀丽吃过饭 还送了五千块钱的红包 据唐文林交代 参加吃饭拿钱的 还有已经退休的 前主任颜子清 周秀丽哪没拿钱 她不知道 可周秀丽为门面房的事 几次亲自出面打过招呼 她还打过几次催办电话 这就说明 方清明当初的举报 是有根据的 是的 据唐文林交代 这种催办电话她接过 严子清也接过 所以他们就根据有关的规定 收了素阿福两万块钱的占道费 批准她盖了那片伪张的门面房 那下一步 该轮到严子清和方清明了 孙志队 你们怎么又找我呀 没完没了啦 王老板 你的意思是 想在我们这儿住下去 是吗 别别别别 我还是随传随到 坐吧 王老板 我们还得再提一提 你那些有趣的事情 孙志队 您提示 您提示 苏阿福还活着的事情 你都跟谁说过 我 我没跟谁说过 这么说 就你一个人知道 也就是说 是你想把苏阿福杀人灭口 不不不 别别别 让我好好想想 让我好好想想 请跟我们走吧 天书记 那个 王省长在常山当市长的时候 批办过一个案子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哦 对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调到 常山市当政法委书记 估计您不知道 王省长批办过这案子 你想说什么呀 王省长在常山市当市长 气魂很大呀 九八年的冬天 两个流窜犯 轮奸了一个矿工媳妇 被乱棍打死 这个案子汇报到王省长那儿 王省长就说了 这两个罪犯死了活该 别再找什么凶手了 结果呢 这案子 两个流窜犯 就变成了畏罪自杀 有这事 王省长批办的 不是 当时管刑侦的是将军 将军亲手经办的 不过我们局里 很多同志都知道 所以啊 田书记 我真怕哪个领导 再下个什么指示 让苏阿福也畏罪自杀 那我说老五啊 你 你怀疑到王省长头上去了 不敢不敢 我这只是职业习惯嘛 我看你这是职业病 要传到王省长那儿 那还得了啊 找死啊 我哪敢找死啊 走了走吧 回来 管好你的臭嘴 少说话多干活 放心 田书记 从此以后 我老五的嘴贴封条了 老爷啊 今天我们请你来干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说吧 你是怎么批准苏阿福 该那片门面房的 是谁批准你这么干的 我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那片门面房谁干批啊 你们说谁干批啊 对对对 那苏阿福是违章乱戒嘛 这个我清楚 汤文林她也清楚嘛 你们问汤文林吧 燕子清 汤文林说法跟你不一样 你们到底谁在说谎 汤文林怎么说 她不就是疏于监管嘛 我也写了检讨嘛这个 燕子清 你不要再演戏了 你现在坦白交代可还来得及 她买 我她买什么 这 这513发生大火的时候 我 我已经退休了嘛 发现苏阿福盖了那片门面房 我和汤文林都说了嘛 要严厉查处 该拆就拆 这周主任也知道啊 苏阿福的事我跟三个人说过 一个是新世界地产公司的熊老板 一个是大华国际贸易公司的白总 还有一个是土地局的副局长 我是和他们喝酒聊天时随便说的 国土局的这位副局长姓什么 叫什么 姓张 叫张子民 这个张子民跟苏阿福关系挺好 当年苏阿福搞富豪小区工程时 这个张子民帮了不少忙 这次苏阿福在医院抢救 张子民听了以后啊 说一定要去看看 我跟他说抗个球啊 苏阿福根本就没在医院抢救 早跑了 张子民听了以后挺吃惊 这个张子民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 问苏阿福的下落 倒是 倒是问过我省城他那个情人的地址 就是宁娟在省城的地址是不是 对宁娟在省城的地址我也不知道 我只给了他一个手机电话号码 那熊老板和白总 对苏阿福的下落是不是也很感兴趣啊 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打那以后啊 我再也没有碰见过这仨人 胡说 探文林 他 他这是胡说 周主任怎么会替苏阿福 打这种招呼呢 这是子虚乌有嘛 你们过去找我 反复 我反复地说过呀 不错 周主任他是打过电话 可周主任说 不准 这苏阿福违章乱箭吗 再三地要求我们 这 要加强监管吧 你和周秀丽 有没有参加过苏阿福的宴请 就在聚服楼 你和汤文林 有没有收过苏阿福五千元的好处费呢 这 这更是胡说八道了 吴处长 你们办案子 也有头脑啊 你们想想 他汤文林 过去为什么不说 直到现在才说呢 他是要推卸自己的独职责任呢 他汤文林是严重的独职责任呢 退休交班时 我还向汤文林反复说过 苏阿福这片门面房 盖起来以后 该拆还得拆 他不听啊 他 他 他看住了违章罚款呢 还借口说 这片门面房啊 还解决了这 这下个要职工的这 这就业问题呢 盐子清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走了 什么 你们有什么理由 来拘留我 因为你涉嫌受贿罪 和滥用职权罪 有胆量 你们把周主任也拘起来 听听他怎么说 拘捕周修丽还需要胆量 我告诉你 只要周修丽 事实证明涉嫌独职 我马上立案侦察 盐子清 你听着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希望你走坦白自首的道路 那好 你们把周主任也拘起来 我们面对面地说 盐子清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方清明对这事早有举报 什么 方清明你们也相信 我说你们先打听清楚了 他算什么东西 你好好回忆一下 有没有什么人打电话 找过苏阿福 好像是有这么两个人 打电话找过苏阿福 都是常山人 两个常山人 找苏阿福干什么呀 他们的姓名和长相 还能不能回忆起来 一个以前 找苏阿福讨过账 说苏阿福欠了他什么款 另一个是谈土地证手续什么的 这两个电话我都回了 我也不知道苏阿福在哪 人不是烧死了吗 那个谈土地手续的人 是不是姓张 叫张子民 对对对是姓张 好像是个什么副局长 知道苏阿福没死 那么那个找苏阿福讨账的 又是怎么回事啊 也知道苏阿福还活着吗 这倒不是 当时我就感到他要敲诈我 让我替苏阿福还账 那这两个电话 你有没有告诉过苏阿福 我记不清楚了 我好像和他讲过 他好像没在意 那么苏阿福 会不会主动给这个人打电话呢 这我就更不清楚了 即便他回了电话 苏阿福也不会告诉我呀 几点儿 那个是吗 这不来了吗 这不来了吗 老保 我们又见面了 还得谈谈呀 你们找我谈什么呀 了解一些情况嘛 走吧 到我们检察院去 我没时间 那去你家谈 好吧 走吧 走吧 怎么又突然向我了解周秀丽的情况啊 啊 有线索就要调查嘛 老方 怎么样 说说吧 那就是说 我没有诬陷周秀丽 对不对 老方啊 现在有线索表明 周秀丽 为了那片门面房 向中楼区前管委会主任 严子清 和现任的主任 湯文林 都打过招呼 也就是说 你举报的那个打招呼的电话 是有可能存在的 能不能把这事儿 再实事求是地说一说 周秀丽收没收苏阿福的钱 就算周秀丽没有收苏阿福的钱 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很严重的 老方 你不要怕吗 我怕什么呀 我要是怕的话 我也不会第一个写信 向你们举报 好 是的 当时呢我们情况没有调查清楚 态度有些生硬 还请你谅解 吴处长 这不是谅解不谅解的事儿 你们让我很伤心 我反腐畅联的壮举 怎么成了诬陷呢 哎 老方 你来看看这煤气灶怎么回事儿啊 你没看见正忙着呢吗 我一再和你们说呀 反腐畅联 关系在我们党 和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 道理讲的不能说不深刻吧 可你们听不进去啊 反而差点办了我的诬陷罪 哎 老方啊 这咱得把话说清楚啊 你当时举报周秀丽受贿四万 情况确实不实 你是主官猜测吗 我们也不能凭着主官猜测去办案 我说那两条烟里头 有四万块钱是合理的猜测 你们说没有不也是推测吗 我说老方啊 你晚上吃不吃饭了 叫什么 没气躁漏气 反腐比吃饭重要 坐会儿 来了 老方啊 我告诉你 你别冲动 更别糊涂 哎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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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跟你说啊 要是周秀丽真被弄进去 或者是撤了职 你的麻烦也小不了 知道吗 对 刘茂才那王八蛋 一直虎视眈眈的呢 对对对 我也别找不自在 这就对了 你看着弄俩菜吧 啊 行 我留同志们在这吃 好嘞 武局 啊 马上行动 击传张子民 哎呀武局 张子民现在不在常山 他到省城开房交会去了 派几个得力可靠的同志 把他从房交会上给我提来 嗯 武局啊 动静是不是大了点 万一走楼丰盛 让江政流知道了 那 这个庞交会还要开几天 嗯 也就是四五天 那就再等等吧 哎 派人给我盯紧喽 明白 我走了 啊 吴市长 说实话吧 嗯 我这个人啊 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私心太重 我对周秋立的一言堂领导作风 很看不惯 对自己 末位淘汰了 心怀不满 所以就乱告一气 哎 老方 你咋又变卦了 我没变卦呀 我变什么卦呀 我仍然认为啊 周秋立一言堂的领导作风 实在是要不得 把我末位淘汰 那是刘茂才 他们做了手脚 市委 如果把周秋立给撤了 我举双手赞成 老方啊 那你就实话实说嘛 我说的就是实话啊 其实啊 我一直就想说实话 可不知怎么就犯糊涂 这就给你们啊造成了误会 这回头再一想想我也后悔 我不能一错再错啊 对吧 上次你们跟叶检察长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诬陷罪 所以我对周秋立同志意见再大 我也不敢捕风捉影 胡说八道了 这得承担法律责任啊 好 好 谢谢大家 我看你